请大家再次翻到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花比调零 草比枯干 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 我们所宣讲的 所见证的 靠着主的恩典也要实行的 就是上帝不变的圣言 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说你们是世上的颜 颜若失了位 才能叫他再贤的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边被人尖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 主耶稣向我们说了 著名的两个比喻 你们是地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当讲到光的时候 又进一步展开两个比喻 这个光呢 一就是像一个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像一个闪光的城 是在山上不能隐藏的 第二个就是像人点灯放在斗 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也是不能隐藏的 今天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继续分享十三 十四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我们的题目仍然是山上的城 好 我们地球祷告 寻求上帝 特别赐福我们 天父上帝 我们向您献上感恩和赞美 主 待着主日的早晨 我们再次来到祢的圣殿 来到祢的圣宝座面前 主 我们仰望祢的公义 因为公义是祢宝座的根基 慈爱从祢眼前发出 主 当我们仰望祢的公义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空拒干净 因为祢若按祢完全公的律法来纠查我们 来纠查我们每个人的罪 来纠查我们的心思念 言语行为 实在没有一个人 包括我们这些一敬蒙恩信主的人 也不能够在祢面前 因着我们自己的义 因着我们自己遵行祢的律法 而在祢面前站立的住 主 但在祢有赦罪之恩 主 谁我们更加仰望祢的慈爱 祢在耶稣基督里爱我们 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 又因爱我们 哪怕在我们仍然与祢为敌的时候 哪怕我们仍然不认识祢的时候 你就拆盘祢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祢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 主 我们仰望祢的慈爱 我们呼求祢大能的圣灵 再次将祢的慈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使我们高益的心 能够被祢的爱感化 使我们脆弱的心 伤恨累累的心 能够因着祢的爱得一致 得整权 得坚固 主 在我们生活中 迷失方向的时候 主 我们再次呼求祢的爱 降临在我们的心中 来吸引我们 使我们快跑跟随祢 使我们的人生有了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目标 真正的使命 和真正的方向 主 我们谢谢祢 恩待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 说我们弟兄姊妹 每个人都能够在祢面前 信仰我们自己 信仰我们活着 乃是完完全全 靠祢的恩惠 靠祢的慈爱 雅各知识没有灭亡 是因着耶和华上帝 祢对我们的慈爱 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 主 我也求祢感动我们 有祢在我们身上的慈爱 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有祢在我们身上的猎民 来使我们互相的猎民 主 我们也为我们 英文堂牧师候选人 Brian Wood 牧师的来访带道 主 求祢特别地赐福他 也求祢不断地开我们的眼睛 说我们能够得见 祢对我们事工的预备和带领 主 我们为新党职同工的提名 选举祷告 祢求祢不断地点望我们的心智 说我们晓得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不是突然的 那是呼召我们在家庭中 在教会中 在社会中 都要做祢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行事为人 与蒙昭的恩乡称 主 我们也在此为九月底东亚短宣带道 主 求祢继续地带领 继续地赐福我们弟兄姊妹 说我们人人都有一颗参与的心智 不管是在祷告上 还是在物质的奉献上 更是在爱心的怜悯上 主 求祢大大的感动 浇灌带领吸用我们 主 我们也特别为美国祷告 主 到我们分享山上的城的时候 求祢再次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 当初清教徒来到这片埋荒大地 就是为了建造山上的城 光是不能够隐藏的 能够真正地荣耀上帝 能够真正地见证福音 能够真正地使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送在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 我们再次承认我们自己在爱德 在好行为方面主办的亏欠 主 求祢的大能 求祢的烈民 继续保守我们弟兄姊妹 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 在爱德上的亏欠 认识悔改 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祢的烈民 在祢的慈爱中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本就添路 互相扶持 主 求祢亲自地铸造我们 是我们每一个家庭 是我们每一个教会 是全世界每一个求靠主耶稣基督指明的教会 都能够成为一个闪光的城建造在 耶稣基督这万顾的磐石之上 在这个万岐背面的时代 向明光照耀为真理 为美德做中流敌主 谢谢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靠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看着主的恩典 我们再次分享山上的城 当我们讲到山上的城的时候 在我们以上的分享中 我们就讲到城造在山上 这个城所内意建造的山 这个磐石 那是耶稣基督什么 本身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灵命的根基 耶稣基督是我们婚姻家庭的根基 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根基 耶稣基督是美国的根基 中国的根基 是万国万亿的根基 因为天上地下 一切的全名都赐给他 他是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 凡信靠他 凡顺服他的 都是有福的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是这山上之城的 不变得万顾的根基和磐石 同时我们自己在主内也是灵石 我们每个人也是树林的石楼 也是活石 我们在基督里彼此连接 互相建造 一同成为一个闪光的城 这城就是上帝的城 这城就是西安城 这城就是圣城 新基督撒冷 这城就是你我他 在上帝的圣言中 因着圣灵 因着信心 互相连接 互相建造 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一个美好的 圣约性的 群体性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以上所分享的 山上的城的含义 今天我们讲到第二讲 第二讲我们要讲 美国梦寻 American Dream 特别是我们华人 不管是我们来自大陆 台湾 越南 还是其他世界 东南亚各地 我们来美国追寻一种梦 American Dream 到底美国梦是什么 到底美国人的理想是什么 到底当Martin Luther King 讲到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什么 梦想 这个梦想的根源 这个梦想的根基 这个梦想的根本 这个梦想的中心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 需要查考 先圣先贤的角度 说明晓得 这个山上的城 这个美国梦 这个Martin Luther King 所说的I have a dream 这个梦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梦想 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 我会和大家分享的 清教徒的精神 这个清教徒的精神 根据圣经 也就落实到三大方面 第一 清教徒根据圣经 他们是以神为本的 而不是以人为本 更不是以自己的私欲 什么为本的 第二方面 清教徒或者圣经 所启示的是爱上指示的核心 这个城是上帝 是大君王 这个城是上帝的城 这个城既不是法治的城 也不是人治的城 我们中国几百年来 我们在争论 大陆还在争论 到底是人治好啊 还是法治好啊 其实人治 人是有限的人 有聚的人 法治 你不管怎么实行法治 如果这个法是有有限的人 有罪的人来制定 来实行 来保障的 这个法治最重要的 也不过是什么 人治的 所以诗人讲的人治和法治 最重要的也不过都是 如果离开圣经 也不过是不同形式 不同程度的 有限有罪的人 进行的统治是什么 真正的圣经中的理想 真正的清教徒的理想 真正的当初的美国梦 那是Cocracy 那是尊耶和华什么 为党 以耶稣基督为万族之主 万王什么 之王 恶人 家庭 教会 国家 州政府 联邦政府 乃至世界各国 都要以上帝什么 为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宪法中 美国独立宣言中 没有两个词 现在我们中国人 搞政治 搞民主 搞法治 搞自由 你常常说 主权 国家主权 我们说民主 但是你很令人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 在这个独立选源中 在美国宪法中 你既找不到主权 也找不到民主 因为个人和国家 没有主权可言 谁有主权啊 主权就是主的 谁能做主 只有上帝能什么 做主 只有上帝 想有至高无上的什么 权命 所有人的国家 所有人的政府 不管是完善的 还是不完善的 都不过是有限的人 有罪的人 组成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 怎么能够配 享有至高无上的 主权呢 不可能 第二个 当我们讲的democracy democracy 是指群众 人群 cracy 是指管理制度 那为什么在 清教徒的文件中 不管是独立宣言 还是宪法 没有democracy呢 因为他们首先 消德是 Cocracy Cocracy 是上帝 cracy 是上帝什么 掌权 如果没有上帝掌权 democracy 就有可能发展为 报名什么 统治 就有可能 三个人一举手 就把第四个人的生命 财产 都什么 剥夺了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消德 要归回圣经 要归回当初圣灵 对教会 对国家 甚至包括对美国 历代先圣先贤的 引导和教终如何 然后我们讲到 第三个方面 讲神法与人法 像现在很多人 堕胎 同性恋 废除死刑 甚至国家高税收 所保障的福利制度 这些方面 到底何为真理呢 到底何种制度 何种方法 何种原则 是合乎圣经的呢 我们必须最后要归照 应当以神所启示的话语 以神所启示的命令 为什么 标准 而不是根据人所规定的律法 为什么 标准 比如中国大陆很多地方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很多过去 有些流氓罪 不把极限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算为流氓罪的 现在怎么样 都不算了 像是个人的正常活动 人的概念不断改变 人的法条不断改变 最终是人以自己为标准 以时间为标准 最后根本没有绝对的 客观的超然的 不变的标准 可什么 可言 无非是一人一把号 隔锤隔的什么 掉而已 和弟兄姊妹 我们在最高的终极的标准上 要回到神的法律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限制 我来乃是要什么 成绩 最后在应用挑战部分 大家要思考 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做糊涂徒 稀里糊涂 不知不觉 要真正哪怕是后知后觉 我们也要一定要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谁 要知道如何行事为人 与蒙昭的恩神 相称之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应当更加地走向深刻 深刻 再深刻 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 要更加地深刻 在我们对上帝的爱慕上 要更加地深刻 我们在对上帝的顺服上 要更加地什么 深刻 这是基督徒灵命的挑战 基督徒灵命的成长 好 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清教徒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知道 美国建国的根基 不是美国宪法 现在对于美国 全世界对于美国 那些人本主义者 那些自由主义者 他们对美国梦最大的误读 或者最大的独撰 就是认为 美国是根据美国宪法 建立起来的 不是的 美国是根据 从历史的角度上 是由清教徒的传统 什么 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我们会一一细说 那何谓清教徒呢 清教徒即包括17世纪 在英国 在美国 追求敬迁的那些基督徒 但是我们从自义的角度来看 清教徒 清教主义 他们是在英文中来自 纯净 动词是纯化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基督徒 他们是在信仰上追求 精二什么 有精 或者是精一什么 求精 他们在对上帝的认识 也就是教义上 他们在教会的管理上 也就是教证上 他们在教会的敬拜上 在个人的灵修生活上 婚姻家庭上 国家制度上 国际关系上 他们都想完完全全 合乎上帝的什么 执意 他们都想根除 净化 除掉那些来自人的 恶风 恶俗 恶习 更多地回到上帝 圣洁 公义 良善的真理的规模 虽然说他们 那个时期 对信仰特别严肃 特别真诚 特别深刻 特别全面 人就称他们为什么 清 清 教 徒 他在一本书 一本摩里寻教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说清教主义 他其实不要把它 进进局限 哎呀 之六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在英国 在美国才有清教徒 不 清教徒或者清教主义 源自人心里的深处 那当讲到宗教的时候 清教主义 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 两句话来概括 信 你就要信真的 信真的 你就要真信 你不信真的 信的什么真诚 都没有用 都是假的 有真的上帝 真的真理 真的救主 你却不真的信 那不管人家再真 对你好无什么 关联 兄弟兄姊们 这个清教徒 就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 两句话来概括 信就要信真的 信真的就要什么 真信 这才叫基督徒 这才叫清教徒的什么 精神 或者清教主义 源自人心灵的深处 他所显明的是 人性中目前不可毁灭的因素 他发自人心灵的渴慕 不管是在东方 不管是在西方 都能够同样 感到这些渴慕的存在 在许多宗教 许多社会中 无数的男男女女 都曾经发出这样的渴慕 都是像中国人讲 明月 即是有 八九 问清天 像曲约说 五将上下 有什么 求说 不管是天上 地下 到底真理何在 到底上帝何在 到底出路何在 这个求真 求本源的什么 精神 其实人性中什么 都有的 在清教徒身上 尤其明显 让我们看到 在第二部分 历史学家 斯卡夫他也讲 英国的清教徒 苏格兰的盟约者 卡文诺特 和法国的 呼根诺教徒 这些都是属于 具有清教徒精神的 他们都是 加尔文在 灵力上的后裔 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的美国 当我们讲的 美国的宪政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自由 美国的多元文化 到底低调 美国这个文化和文明的 放定法则是谁呢 当然有很多 放定法则 瓦盛顿了 杰弗森了 麦迪森了 富兰克林了 但是历史学家 归来归去 这个精神上的 宗教上的 真正的建国之父 那很多历史学家 John Calvin 和约翰·加尔文 那是低造美国精神 低造美国梦想 低造美国文化的 精神什么 之父 所以说斯卡夫讲 他们都是 加尔文在灵力上的 后裔 他们具有来自 不同的民族特征 但他们都具有 勇敢的信心 或严格的训练 没有勇敢的信心 我们只想得好处 不愿意背负十字架 不愿意承担责任 不愿意付出代价 这只能是 奴隶使得什么 信仰 第二个方面 要有严格的什么 训练 要攻克极深 你要想管理国家 想管理社会 想管理这 想管理他 求主重用你 你首先要攻克什么 极深 首先要养成 好好的读经 祷告 管理家庭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平凡的日常的 普普通通的生活中 能够活出上帝的什么 形象 各位弟兄姊妹 然后我们看到 最早的五月花号公约 Mainflower Compact 讲到在前往北美洲 新英格 纽英格兰的 致命地 这102名英国清教徒 他们本来要到佛迪尼亚 但是后来因为 风向的问题 他们是在 马萨州 在博士顿方面什么 登岸 但是他们在登岸之前 这其中41名成岸男子 代表他们的家庭 他说 我们到达美洲大陆 不是说要各自为政 也不是说个人 做自己的王子 满足自己的什么 私欲 爹死 娘嫁人 个人什么 个人 故个人 那不是这样的 他们要建立一个 山上的什么 城 城代表一个群体 城代表一个组织 城代表一个文化 城代表什么 安全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山上的城的时候 是大有含义 整个圣经 就是从伊甸园 到圣城 谁啊 耶路撒冷 从奴村到什么 城市 过去你要消德 你要是从奴村来的 哎呀 奴村来的 土老毛 那奴村帮王 是不文明的什么 代表 因为没有人群的聚集 因为没有劳动的什么 分工 封闭 堵塞 所以越来越以文明 什么 隔绝 当然随着城市化 这个大部分人 甚至大部分美国 英国的乡村 也都变得和城市什么 一样 甚至在英文中 在美国说 A real gentleman Live in Countryside 真正的神是住在哪里的 真正的神是住在我们亨顿 Fairfax这样的乡下小城 但是也是小城 而且这些小城必须围绕谁啊 大城 伦敦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小城镇 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农村 但是它是以伦敦为什么 中心的 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得不称之为 大华府什么地区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文明 很大城市受什么影响 受Washington DC 所以什么影响 城市往往代表人群 城市代表文化 城市代表劳动分工 城市代表文化 娱乐 宗教 政治 经济 各个方面的什么 中心 城市往往是和Sivaraijishin 文明是联系在什么 一切 他们就想建立第二个山上之城 所以说我们看到 他们的人说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 这不是增强基督教信仰 在英文中说 promote the christian faith 为了增进 为了推广 为了提升基督教信仰 在这片蛮黄什么大陆上 然后我们在佛吉尼亚 要建立一个殖民地 自愿地结为一个 民众的自治的团体 然后也要制定相应的什么法律 所以说五月华号公约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是立约 自愿的什么立约 然后通过立约 要建立一个法治的 荣耀上帝的 传讲福音的 有次序 有公益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 polish 这样的一个城邦 这样的一个什么群体 那弟兄姊妹 五月华号公约 和一号出现的 美国的独立宣言 就是美国宪法制定以前 最重要的两个什么文件 而且可以说 美国宪法所依据的 两个支柱性的文件 就是五月华号公约 和美国的独立什么宣言 当然不管是五月华号公约 还是独立宣言 都是以圣经为什么 为根基的 好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到 清教徒的精神 当初有一个清教徒牧师 他叫温普洛 温斯洛 他在1630年 乘坐另外一艘船 然后到马萨主塞殖民地 他在船上就有一篇讲道 这个讲道的题目就是 基督徒爱心的规范 很多人讲爱心 但是没有规范 没有模式 没有次序 不讲规矩 不讲规矩 没有次序 随心所欲的所谓的爱心 就是地狱 有爱心 有规矩 有次序 这就是真正的什么天堂 好 弟兄姊妹 当初清教徒讲到 爱心是要有model的 是要有规范的 是要有规矩的 然后他就这样讲 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将成为一座山上的城 所有的人的眼睛 都在看着我们 如此 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做的 这件事上 对我们的上帝虚妄 我们要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效力 好 弟兄姊妹 当初清教徒是这样说的 今天我们领受的话也是如此 你以为你信耶稣了 你以为你参加教会了 你以为来到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了 如果我们不深刻地读圣经 如果我们不深刻地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不深刻地从自我做起 你就是一个孝明 那我们主恩教会也会变成一个什么 孝明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切切地要像当初的清教徒一样 回到圣经 回到自己 回到圣经 回到自己 这是真正的清教徒的精神 然后包括肯尼迪总统 在1961年 他在马萨都泰州 法院讲话的时候也说 一直引导我的 就是清教徒温罗普的惊奇 他在330年前 在阿贝拉船上 他对同行人来讲道 那时他挑战他们说 我们必须十重牢记 我们应当成为山上的城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 所以肯尼迪党是对整个美国发出挑战 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每一个政府的分支 不管是我们的联邦政府 不管是我们的州政府 不管是我们的地方政府 我们都应当有山上城的什么样式 而且肯尼迪最后说一句话 因为多给的就给你什么 多要 既然美国这个文化 既然美国这个土地 更多的领受上帝的恩典 更多的领受清教徒的犀利 那就应当更多的在敬畏上帝 信靠耶稣 尊行诫命 爱主爱人上 有山上的城的什么样式 这是包括当初的肯尼迪 就提出这样的劝勉 然后我们包括里根总统也是这样 里根在1984年接受共和党提名 或者1989年在告别演说的时候 他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 我一直提到的就是山上的城 吴迪路和在我的心中 这是一座建立在山上的一个 Tall and Proud City 是一个高大的 令人自豪的大城 是装着在Ocean 比周围汹涌澎湃的海洋更加强大 不怕风吹一打 是德蒙上帝祝福的城 各种各样的人都和谐地居住在其间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样我们就晓得 当初清教徒所兵成的美国梦 确确实实是以圣经什么 为本 确确实实是以敬畏上帝 为根本 确确实实是以信靠基督 见证福音为什么 根本 确确实实不光是我自己信主 而且我要增进基督教的信仰 也是他人能够信主 我作为一个群体 也能够发挥一个群体性的见证 今天我们华人信主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常常觉得 哎呀我信主了 我自我感觉什么 良好 然后我感觉到不好 为什么感觉到不好呢 我感觉到别人不好 我感觉到别人对我什么 不好 那弟兄姊妹 这就缺乏那山上城的什么 精神 真正的山上之城 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不能够成为什么 山上的城 而只有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根据一定的框架 根据一定的规范 更要有爱心 才能够凝结 才能够连结为一个爱的群体 爱的城市 当奥古斯丁 讲到神的城 山上之城 或者the city of God 他讲到讲了多长时间 他写了一本书的 这本书是三卷的 翻成中文大概120多万字 奥古斯丁就反复没想上帝的城 而我想到人的城 和上帝的城 是上帝掌管的城 是上帝所爱的城 是上帝拯救的城 是上帝同在的城 是与上帝为忠心的城 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城 是遵行神的真理的城 是爱上帝 也爱人如己的什么城 而与上帝的城 相反的 就是人的城 人的城是自高自大的城 人的城是战先为王的城 人的城是害人什么 害己的城 人的城是随心所欲 无法无天的什么城 人的城是权奏大的是什么 老大哥 打不死的是英雄 枪甲子里面什么 出政权 奥古斯丁特别引证 党师希腊的 征服全世界的亚利山大 亚利山大抓了一个盗贼 这个盗贼是海盗 按说亚利山大能够抓住 这个海盗 清除这个海盗 保障海运的正常运行 他是做了一个好事 但是这个盗贼 这个海盗的头头 亚利山大就问他 你抓住你了 要把你除掉 你服不服 那这个海盗头子就说 我不服 那你为啥不服呢 你把你抓到了 为什么你不服 我们要把你杀了 你还不服 我们要为你除海 要替天心道 你怎么还不服 这个海盗头子说 就是因为你的人比我多 你把我打败了 我就倒霉 胜者王侯是吗 败者贼 时来运短 也许中国人在讲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是吗 好汉 不服 不管这辈子不服 下辈子也不服 继续打 所以我们看到 人的城 就像这个海盗头子一样 他总是想通过他自己的暴力 通过更多的人 参与他的集团暴力 阶级暴力 政党暴力 国家暴力 只要能够消灭别人 只要能够压制别人 他就能够建造城市 他就能够保持文明 他就能够老是天下什么 第一 小弟兄姊妹 这是当我们清教徒 所讲的山上的城 圣经上所讲的山上的城 实在是以上帝为主心 实在是耶稣基督为磐石 实在是以每个人 发自良心的爱上帝 爱人如己为特征的 这样一个什么城 这是真正的山上的城 这是真正的美国吗 这是真正的美国这个国家 能够持续的繁荣 持续的兴生的根基的根基 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根基 什么时候 我们的美国梦变成了 好啊 我的美国梦 第一要得到绿卡 第二要买个house townhouse还不算美国梦了 要买个独立的singlehouse 然后最起码有两个 这个车库最起码能够同时拨两辆车 不要有两个老婆 一个老婆 或者没老婆也都无所谓了 都是美国梦实现了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已经不觉得 把美国梦 把当初清教徒的理想 把这个山上的城 纯粹地变成了一个 个人的私欲的 感觉的 文化的 相对的 白谱的 自我感觉 比别人生活得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 自高自大 最后自取灭亡的 所谓的什么 梦想 小弟兄姊妹 我们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到美国 不是突然 上帝带领清教徒到美国 不是突然 当初上帝给清教徒的意象 是 sine city on the hill 要使他们成为一个 城 罩在山上 光是不能什么 隐藏的 和弟兄姊妹 今天你的家庭 是一个闪光的城 今天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闪光的城 如果我们的家庭 不是一个闪光的城 如果我们的教会 不是一个sine city on the hill 如果我们的家庭 婚姻还有苦处 如果我们的小组 如果我们的教会 还有问题 要从谁做起呢 难道我们做城 难道我们做石头 仅仅是打在别人的头上吗 难道我们做城 仅仅是把别人压死吗 真正的城 真正的石头 小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的城 他是上帝所高丽的盘行 他却道成了什么 肉身 取了奴仆的什么 形象 甚至完完全行的道空自己 完完全行的顺服上帝 甚至死在什么 狮子架上 这是真正的磐石 这是真正的山上的城 这个城是给别人提供安慰的 提供光明的 提供方向的 提供意义的 提供引导的 不是来吓唬别人 不是来挟制别人的 这个城所组成的每一块石头 都是要在竹内钢墙什么 壮胆的 怎么在竹内钢墙壮胆 要常常靠着耶稣 要常常通过自己认罪悔改 习气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 说到弟兄姊妹 我们的言语行为 真的是无刻之责 我们的新信念 真的是存之又存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山上的城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的言语行为 更医治我们的新信念 更医治我们刚硬破碎的心 说我们每个人 真正能够成为神所雕琢的 神所重用的 能够给他人带来支持的 属灵的活食 说我们一起 能够成为一个山上的城 好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 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我们仍然活在你的面光之中 你恩的大门 仍然是敞开的 耶稣基督仍然是 我们生命的救助 今天耶和华的绑壁 仍然没有所带 主 我们在你面前伤心痛悔 因为我们消耗得 我们的言语行为 消耗得我们的新信念 甚至我们隐秘中的一切 有很多不讨你喜悦 甚至招乱你愤怒的地方 主 求你赐给我们 悔改的心 主 也求你赐给我们 赦罪的恩 说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 不断地认识黑改 常常不断地呼求 主啊 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竭尽我 医治我 兼顾我 使我能够在我的婚姻家庭中 使我能够在我所在的小组 在我所在的教会 都能够成为 发光的城的 一个美好的石头 一个美好的见证 祷告祈求感恩 奉耶稣的圣灵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